马可福音第十一章 第三 若有人对你们说 为什么做这事 你们就说主要用它 那人必立时让你们迁来 四 他们去了 便看见一匹驴鞠 拴在门外街道上 就把它解开 五 在那里站着的人 有几个说 你们解驴鞠做什么 六 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 那些人就任凭他们迁去了 七 他们把驴鞠牵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上 八 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 铺在路上 九 九 前行后随 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 何塞那 何塞那原有求救的意思 在此乃是称颂的话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十 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 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 和塞那 十一 耶稣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 录了圣殿 周围看了各样物件 天色已晚 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 往伯大尼去了 十二 第二天 他们从伯大尼出来 耶稣饿了 四三 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 树上有叶子 就往那里去 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 到了树下 竟找不着什么 不过有叶子 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四四 耶稣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 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十五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进入圣殿 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十六 也不许人拿着器具 从店里经过 十七 便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者说 我的店 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店吗 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 十八 祭司长 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 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 却又怕他 因为众人都吸其他的教训 十九 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 二十 早晨 他们从那里经过 看见无花果树 连根都枯干了 二十一 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 就对他说 拉比请看 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 已经枯干了 二十二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幸福神 二十三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二十四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二十五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二十六 你们若不饶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二十七 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 祭司长和文士 并长老进前来 二十八 问他说 你仗着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二十九 耶稣对他们说 我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回答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三十 约翰的洗礼 是从天上来的 是从人间来的呢 你们可以回答我 三十一 他们彼此商议说 我们若说 从天上来 他必说 这样你们 为什么不信他呢 三十二 若说 从人间来 却又怕百姓 因为众人 真以约翰 为先知 三十三 于是 回答耶稣 说 我们不知道 耶稣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我仗着 从天上来 感谢观看